各位真香港人 大家好 很久沒跟大家分享我在英國的實況 今次想跟大家分享在英國找工作的實錄 一般有幾個平台可以找工作 之前有很多YouTube介紹過 這些都是類似香港的工作市場 英國跟香港一樣很多公司 都會放一些工作在這些平台上 去幫一些公司找人 其實我發現英國很像香港 很多工作都很喜歡交給公司去找人 有些大公司直接在這些平台上 找人上班都仍然有 模式其實都很接近香港 我想在找工作之前 都要分享一下 我個人來說 我的英文是真的比較差的 跟一般外國人來說 用英語溝通 其實我也是比較困難 比較差 等於英文我只有少許的程度 就好像 我這裏 打出來的字 其實這些就是 我本身有限度的公司 有限度我自己用的英語來的 英國人 其實就不會太介意 我們英文很差 我感覺上 我第一份工作在食物工廠裏 那裏 其實很多工廠裏 都是有些東歐人 或者一些南亞裔 那裏 那裏 其實他們可能 英文程度 都是比較好 我們少少 他們也都未必是說 真的 英語程度真的很好 很好 還有可能 他們當初 來到英國的時候 英文都會差 那麼 那μο 我感覺上 我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食物工廠裏 chia動的時候 其實 他們都不會說 ソフト 都是因為太過介懷我們的英文 老實有多不好 有多那麼差 儘量去嘗試說 還有 有時要用多些身體語言 因為 有時 用自己有限度英語 再加上身體語言 其實幫助得很多 以我現在做了幾個月的工作經驗來說 我覺得是有限度的英語在英國打工 其實真的不是想像中那麼困難 因為我以前對英文來說都蠻抗拒 因為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英文由小開始其實都很差 其實我第一份工作基本上是經過其他Whatsapp Group Signal Group 平台裡找的 剛剛組合裡面有人說 在Warrington有份食物工場的工請人 人工都OK 也有10磅一個小時 其實都高過這個最低工資 那時候就留了聯絡電話 即是那位朋友的職員也留了電話去這間公司 其實他也是經過A準的 也不是那間公司直接請我們 不過A準就長住在他公司那裡 那時候就 上到去 其實他第一時間會丟到整個英文的形式 當時都很害怕 但是幸好他們 有個香港人在後面 他陪他太太來又去面試 他跟我說 你不用理的了 他要回答方案 你看不明白 英文不懂的 你就去Google翻譯 對呀 Google翻譯 其實 一般香港人 一部電話號碼 其實大部份都有人有 你其實也有一部電話號碼 上網 他把電話號碼給你 填的時候 你就慢慢去Google翻譯 其實他都不會吹你的 因為 那些A準除了接觸我們 香港人 華人 之外 他其實接觸很多東歐 南亞裔 基本上他們的英文 很多都是不懂的 新來移民的 新來移民 很多英文都不懂 所以 那些A準公司 其實已經全部明白了 甚至乎 他跟我說話的時候 都盡量說些 好 就是 小學生程度的英文 和我們溝通 盡量都會就著我們 所以 你填方案的時候 那個英文 你不會一看到 你就打退堂股 其實你慢慢拿出電話號碼 就是以Google翻譯去查 你會填的時候 就是盡量去填 其實 大半時候你真的不會填的話 其實 A準都會幫助 就是最大部分 他都會幫你 的話 就是 盡量去和你溝通 教你怎樣去填完 叫你去填完 齁 有時候 這些訊號會被傳給你 其實也未必會填的 就是 一般填個人資料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銀行戶口,英國戶口一定要有 英國銀行戶口一定要有 如果你是BRP的 你就直接把BRP agent給你拍照 如果你是像我那樣 網上申請的,你就把share code交給他 大家要記得,share code 通常你今天拿了share code 其實那個share code是一個月內有效 應該是三十日內有效 三十日後,如果你再找其他工作 其實你又要重新拿到share code 跟著NI 有NI,當然要給NI號碼 大部分香港人都沒有收到NI 你要給NI號碼 他就OK的了 因為他知道你在申請中 你不是沒有,是因為 是因為HOME OFFICE還沒給你 其實大部分A準是接受的 然後你慢慢填完 基本上他就 這間公司 隔幾天 就已經 就要用SMS 你要知道英國人 這裏的英國人很喜歡SMS 全部都是TESLA TESLA TESLA就是等於SMS 他們大部分的溝通都是用SMS 因為英國的手機電話 所有不同的台 全部都是免費 不僅在香港 SmartTone就要送給SmartTone SAM就要送給SAM SAM就要送給SAM 其實很煩 反而英國這裏 所有不同台的都通了 所以他們 英國人很喜歡 送SMS 跟你溝通 那麼 見完之後 可能隔了四五天 然後就叫我上班 他一個食物加工場 其實男工女工都會聘請很多 因為他主要都是做 大部分都是在超市裏面 那些準備食物 你平時看到一盒盒的 什麼意粉 那些 薯條 Fish and Chip 那些 那些 所以他這間工廠 其實24小時是運作 所以他會聘請大量 大量 大量 大量的工人 那麼 男工的可能就 搬 要做些比較粗重一點的工作 女士的 通常做 好像運輸帶 那樣 撕些芝士 撕些什麼 都是那些 女士就會做些輕鬆一點 男士就會做些 粗重一點的 有12小時的耕授 亦都有8小時的耕授 那 看你想做哪些 想知道做哪些耕授 到時候你跟他 跟Agent說 對 還有 如果你們真的有時英文 其實不是說你們 是我 我英文電話和他們溝通 我都很有障礙 有時真的會 跟他說 我可不可以 在電話 用電話訊號 即是大家發 SMS 這樣溝通 因為 你打字沒有問題的 你在Google翻譯 Google翻譯 Google翻譯 慢慢 你自己又翻中文 轉英文 接著你便傳給他 其實他們都接受 他們明白的 都明白的 完全 完全理解到的 到後來 這份工作做了幾天 其實 我之前在 另外一間 就叫做 這些真的是 Local Agent 我的朋友 就 他就 他就 有一個在網上的涅頭公司 他就網上找工作 接著就找了他 接著回了幾天 好像不太對老 經常都回到這些豬頭骨 就是 說又辛苦 又 有 就是 他回了那一份 拆櫃 現在上班就拆櫃 拆到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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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命都沒有 他就 見到 他 那間公司隔壁 有另一間 他見到 外面 這裡又是聘請人的 是啊 又是找工作的 他就 又是膽粗粗進去 我想找工作 然後 就 就 登記 就 就 登記 就 就 登記 就 登記 了 那 他就 又是 去填很多 東西 其實 跟我之前 那間公司 他也是 我又是 慢慢填 慢慢 不明白 看不明白英文 就有 用 Google翻譯去填 那 有些 填到差不多 他又會 拿到我們 份科 然後 有些 他又是會說 一些很簡單 真的 小學一二 連班程度的 英文去跟我們 溝通 其實 不需要太擔心 其實如果真的 你英文的程度 好像我一樣 是小學生的程度 其實你真的 不需要太擔心 那 那 登記了 這間公司 剛好 我回到Warrington 那份工 的時候 A準突然 SMS 我 跟我說 有一份 長工 十二個星期試用期 即是三個月 跟香港一樣 逢星期一至五 就回到 早上八萬五 哇 這時間還不錯 星期六日放假 然後 星期五 很有趣 星期五是收四點的 即是早上八萬四 因為 週末 他們 週末 通常都沒有心機做事 那麼 最低公豬 八磅九一 就沒有宣傳汪元堂那個 那麼高 汪元堂那個 就十磅 十磅一個小時 不過就遠 因為我現在住在Reagan 那麼 汪元堂那邊 我開車 上班的時候 我 是回十二個小時 是回五點半 放五點半 那 早上開車半小時 晚上收工 因為會失車 你要知道 英國 放工時間 全英國都會失車 是沒有可能不失的 只會失多與少 那麼 收工時候 基本上都要九個小時 才回到家 那麼 所以 在Reagan 這間 他運我的時候 我當然是即時 答應他 因為他做滿十二個星期 然後 那間公司滿意 又可以轉做長工 那就會比較 穩定一點 那麼 立即答應他 答應他 幾天後上班 因為之前那間公司 做了都要跟他們交代 其實 那 一班公司 在我家 開車其實都是 十幾分鐘 而已 十幾分鐘而已 那 那 他都主要是做一些 老人家 那些 扶手 這些 就是 我拍照出來給你那些 其實都 不辛苦的 不辛苦的 都輕鬆 輕鬆的 就是 用電批 上下螺絲 跟著 那個箱頭自己拉下來 自己做 那 自己立刻 放過去 自己做 那 完了 就放去 他們指定的位置 是啊 那 他們都 人性化的 都跟他們說 是 每一天 做某個額 那 其實 你正正想想 工作八小時 其實 是應付有餘的 是應付有餘的 還有 外國人工作 英國人工作 其實都很輕鬆的 有時候做一下 又聊聊天 是啊 那 那 你去西蘇蘭那些 他又不會質疑你 不會說 你 去的廁所多 總之 你弄好所有的東西 就可以了 弄好所有的東西 就可以了 不過我幸好 我來這裡上班 第一天 遇到一個 年輕人 二十多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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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這裡 都做了 快三個月 這幾天 以我所知 他已經過了 上期 簽了他做長工 對 比較幸好 遇到一個 香港人 有什麼工作 都可以找他 去幫忙 他就說 其實 我做這裏 甚至乎 基本上 全部都是白人 全部都是白人 他們說的 英文 都很快 但是 我跟他們溝通 他們都會盡量遷就我 說得慢一點 都是那句 之前我講過 身體語言 很重要 指著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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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 就是多些身體語言 再加上自己有限的英語 基本上是溝通島 是的 基本上是溝通島 還有 其實英國 大大小小的省份 其實到處 都很多這些工廠的工作 其實 你來到英國 真的不用休會 找不到工作 只是怕 做到你不停 因為 我回到這裏的時候 我自己有駕駛的 那個年輕人 他 他年輕 很薄命 星期六日 他就另外再做其他工作 剛好去做一間 廚房 做 好像做星期六和星期日 接著 那個老闆說 他不夠司機 不夠車 就問我 去不去做 一三五六日 一三四五六日 那間 Tick away 應該是二房價 如果我真的 真的要拼得很盡 我這邊 五點收工 那邊五點半 開始做Tick away 吃點東西 開工 接著 做到十點半 真的可以做到 不停手 你來拍過 只要你肯做 真的可以做到不停手 是的 是的 所有工廠 我早就以為 Reagan 這些西湯 都不會什麼 但是 我發覺在Facebook 其實很多平台 其實 他其實這裏 很多工廠都請人 好像那個男生 那個年輕人跟我說 他之前回到那間 濕紙巾廠 我都是經常要人的 然後我好像早前見過Facebook 又見過一間 一間 做食物 又是這些食物 又是長期要人的 人工還高 不過又是 可能有些有回到十二個小時 或者一百個小時 那些時間 比較長一些 不過 如果你是想賺多些錢的 當然 當然是 時數長一些 賺得多 我年紀都不輕 所以 不需要那麼辛苦 做這些工作 輕輕輕 夠洗夠食 這樣就可以了 還有大家要清楚 這裏 英國打工 英國打工 他的Break是沒有錢的 就是 好像我這裏上班 我這裏是 朝九晚五 不是 朝八晚五 九個小時 其實他有一個小時的Break 一個小時的Break 他們是分開時段的 不是同一時間的 不是同一時間的 那麼 早上有十五分鐘 然後 午餐半個小時 然後 在下午三點三時段 又有十五分鐘 他們是這樣的 但是一個小時的Break 是沒有錢的 就算我問回他們 在這裏做的人 他們也是一樣的 他們的Break 都是沒有錢的 所以 所以 就要大家來到英國工作 要了解這件事 還有 他們是不會出街吃飯的 英國人是不流行出街吃飯 不像我們香港的午餐時間 去哪裏吃 去哪裏吃 沒有這件事 他們 基本上 外國人 我見他們都是大三文治 大三文治 我自己 有時 前一晚 就是煮點飯 早上煮飯 放在暖壺 便帶回公司吃 半個小時 還有 大部分 英國公司 在這裏的餐廳 一定會有微波爐 一定會有 電熱水壺 你帶點飯送回去 你微波爐丁 一定沒有問題 不過有時候人多 你就要排隊 你要錄杯麵 就要煮熱水 還有一定會有咖啡供應 差在 你適合不適合喝 咖啡這些東西 都各有喜好 你喜歡便對 我亦都說到一個 在英國工作的一個 有沒有歧視的問題 如果你說100% 沒有的 其實真的騙人 但是你說 去到哪裏都歧視你 那些人都是騙你的 因為 以我回了一份 奧運騰的食物工場 以及現在的 整老人家器材 這兩份工 這兩份工 食物工場那裏 大部分是東歐人 以及南亞人 沒有 大家都是外來人 怎麼會歧視你呢 只是因為我是新人 他嫌我做得慢 有時有某些 有某些東歐或是南亞人 女士 女士永遠都是這樣 而你做得慢 阻定 那些人純粹是覺得 你新人 做得慢 慢 但是 你對回一些 他要教你做事的人 他沒有 完全沒有歧視的 甚至乎 我第一天上班 他直接問我 問我 Are you English OK? 我當然是回答他 No good 然後他就說得很慢 說得很慢 慢慢教我 再回到第二天 又接觸了另外一些 是東歐的 東歐人士 或是南亞人士 其實他們教我們做事 都是 慢慢教的 完全沒有歧視問題 最重要的是 你做好本分 人家叫你做什麼 他叫你行東 你行西 你是要跟人爭取 你不是被歧視 你自己欺負人 你自己的問題 正正常常 你教你做事 你就照做 慢一點 反而他們不會罵你 慢一點 你不要慢得來大譜 如果那項工作 其實十分鐘 正常一個熟手 十分鐘完成 當你十五分鐘 他們不會責任 但是如果你一個小時 完成 基本上你個人 就肯定很有問題 你做到這樣的 別人會罵你 如果這樣 說別人歧視你 那是你個人的問題 絕對不是什麼歧視問題 我定了第二份工作 全部白人 他們都沒有 不過他們真的少接觸 一些英文不好的人 有時真的 對著我講英文會快了 對著我 然後我就說 就重複再問他 其實他們都很好人 再慢慢去解答我 解釋給我 一般 當地英國白人 沒有接觸過 東歐人 華人 他們說的英文都會很快 不過 你誠懇一點 有時 你說不好意思 Excuse me Can you repeat again 其實他們已經 知道什麼事 他們已經知道什麼事 很好人 有什麼會慢慢教我們 不會說 我們新人去做事 不會說不斷催我們 不斷催我們 那麼我們 香港人 打不死 對不對 有什麼難道我們 說真的 說真的 我之前 我自己做過很多工作 所以令到英國 有很多問題不大 只要你肯用心去做 用心去問 多點留意 聽別人說不明白 多問幾次 對 用你的身體語言 基本上問題 就可以迎刃而解 但是 我一個香港年輕人的朋友 也跟我說過 他去到一家麵包店 做 他說 真的有些英國人 不是歧視華人 是歧視所有的有識人眾 他是感覺到 他是不想理他 不想回答他 是有這些人 確實是有的 他是歧視有識人眾 是有這些人 甚至乎 在英國某個省份裏面 是很多這種白人 但是 如果你有些 比較了解歐洲問題的 香港人 其實知道 納粹 這個在歐洲裏面 仍然有人相信納粹 在歐洲人 仍然有人相信共產黨 仍然有很多 之前遺留下來的 貴族的觀念 在這裏 貴族的觀念 當然是 有膚色人眾 一定低等過自己的 但是 這個只是佔英國的很少傳人 所以我剛才就說 你說 完全沒有歧視 是騙你的 但是你說很多歧視 那個人也是騙你的 是的 我只可以跟你說 七八成的人 是不會歧視 其他種族的人 以我現在的工作 工作的經歷 和我身邊的朋友 因為我認識到很多 很多香港人 本身在這裏 住了一段時間 他們也和我 吃飯的時候 也分享過 他們說是有 但是不嚴重 然後我再分享 另外一件事 如果真的有些 香港的朋友 可能 英文可能 很差 也沒有一門手藝 即是不懂裝修 對 沒有一門手藝 找不到裝修的工作 都是藍嶺 好像我這樣 找回藍嶺工作 可能 連HZ 你也無法處理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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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回唐行街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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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回中超 即華人超市找工作 你不懂英文 真的 他們完全不介意 你不去一些餐廳 中國餐廳 走樓 華人超市找工作 你不懂英文 絕對沒有問題 那些餐廳 甚至乎 甚至乎 有 曾經我見過一些 包食包住 包食包住 其實這些包食包住的工 還工 即是走樓 其實對一些沒什麼錢 沒什麼錢的年輕人過來 其實這些工 對他們很大幫助 我也不會像網上 有些人一見到這些工 因為這些工 價錢都低於最低工資 有些人就不斷罵罵罵 罵到這些工 其實已經沉底了 我不是說 人工低於最低工資 但是 人家都包食包住 說真的 人工低於最低工資 我覺得 合理 真是合理 但是 你對一些 真是 香港過來 或者你沒有香港 或者是東歐過來 東歐都很窮 真的沒有錢的人 可能真的 拿著幾千磅 然後就馬上 在英國很快 沒有錢的人 很快就燒完 真的是燒銀子 但是 你找到一份 包食包住 當然 你出份人工 只是一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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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不會像 有些網上 那些 熱狗 什麼狗 那些人 一看到這些人 不斷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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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很開心 那些人 不知道什麼心態 還有 再說 有些華人 的工 通常都會上六天 不過 你上六天 就找多一點 還有 你要有心理準備 有些華人的工種 那些人工 是低於最低工資 但是這些人工 是不會包你吃 不會包你住的 那你自己衡量 你會不會很心急 想找到那份工 會不會很心急 找到那份工 還是騎牛玩馬做絕 但是 亦都以我所知 其實很多都是 給你最低工資 也不視乎 有些做飲食 做餐飲的 他的 人工是高於最低工資 都有 實際上 我也知道 亦都有朋友在做 所以 到時候 大家都要有心理準備 和華人打工 不同白人 白人打工 你去其他 外國人公司 他所有事都很均真 很均真 你的OT 他就給你錢 但是 華人打工 其實大家香港人 在香港打工 都知道 對 OT 哪有錢 對 對 大家明白 就可以了 今次 打工的經歷 分享 是這麼多 下次還有什麼 再跟大家分享 香港人加油 珍珍